2月21日在国民党台东县党部中正堂办理的县长提名人黄建廷肯托会中 国民党副主席兼秘书长曾永泉为黄建廷披上战袍 宣布103年台东县长选举辅选任务正式展开 大会主席陈金土、农业代表陈丽雪、教育代表徐金火、青年企业代表黄阳生 社福单位代表黄建廷、党内代表组织发展委员会主委苏俊斌 上台分享这四年对宪政推动的感受 并借着这个机会推荐黄建廷 我要感谢中国国民党六次提名我 我更要感谢台东的乡亲 18年来 这么样信任我、支持我 国民党副主席兼秘书长曾永泉带着台东县长提名人黄建廷 及党员同志一起高唱团结救世力量 希望年底的选战能够胜选 许祖珍、黄青海采访摄影 中文字幕志愿者 黄青海采访摄影